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高性能部门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们奔驰还是宝马 不过不管是AMG还是M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他们都在疯狂扩张着自己的产品线 而这些新兴的贵族在继承头衔的同时 能否传承名字中的精髓 就成了萦绕在所有人心头的一个问题 这台奔驰AMG C43也不例外 尽管这台车换上了63的前脸 抠掉了43的尾标 不过你依然还是可以从下包围 后刹着卡钱 甚至是圆形的四处排气等等位置上 看出它的真实身份 其实我觉得43车主大可不必如此 毕竟这台车上有些东西连63都不能拥有 就比如那条红色的安全带 以及那条Formatic四驱系统 对于这台C43来说 我最喜欢的恰恰是这套四驱系统 虽然我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后驱档 但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 一套聪明有趣的四驱系统 确实能大大降低这个驾驶乐趣的门槛 那从这一点来说这个车型毫无疑问是成功的 因为作为AMD车型它降低了自己售价的门槛 那同时作为一台高性能的车 它也降低了驾驶乐趣的门槛 从四驱结构上来看 这套四驱系统是全时四驱的结构 那行驶过程中前轴大概能获得31%的动力 那后轴能获得69% 那这也让这个车型保留了一些后驱车型的特性 这一点在绕装的过程中 你能感受到它的车尾确实是会带有一些滑动 但是幅度不大 稍微一滑它就会回到一个平稳的姿态 那这个时候作为驾驶员 你会感觉这难道就是驾驶乐趣吗 这so easy啊一点也不难啊 但实际上跟人的关系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靠这套四驱系统 所以有时候我也感觉这个四驱系统 对于驾驶员来说甚至是有些腻案 它会过分的让你这个自信心膨胀 那回到我们今天开的这个山路里边 它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 所谓四驱车型它确实是更快更稳 而且在弯道里边你能更早更肆意的使用油门 来感受这个AMG大马力车型的乐趣 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发动机它有点跟不上它 尤其是在弯中你持续给油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它的动力响应并没有那么迅速 虽然这个发动机也是由AMG部门调教的 3.0T温龙加发动机 最大功率390马力 最大扭矩520牛米 我们实测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 只需要4.49秒 比C63没差多少 但实际上从发动机的响应速度来说 它完全没有AMG车型那种灵力那种暴躁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换的是E530那台 M256的发动机使用电控波轮 它的响应可能更接近我心目中AMG车型该有的表现 那就现在这个发动机来说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马力很大的V6发动机 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可能声音会更好听一点 而且就算你换到运动家模式 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我感觉这个车的运动模式和运动家模式之间的区别 就相当于你去理发店 98找一资深老师 跟168找一总监 剪完的差别差不多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用换挡拨片 那这个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车它断油断的比较早 虽然标的有8000 但实际上6000出一点头 它就会断油 所以说如果你要用换挡拨片的话 必须更早更精准的掌控转速 这样看来 其实这个车并不适合用特别激烈的风格来驾驶 它更适合的还是以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来让你感受AMG大马力车型的乐趣 这一点通过底盘你也能感受到 如果你开过C63的话 你就会知道那个车的底盘真的是尖如磐石 比你脏起来刚起床的时候还硬 那现在这个C43的底盘确实是软了太多了 这个底盘我感觉甚至是软的有点过分 它在保留基础路感的前提下 无限向舒适靠拨 现在这个底盘你再过减速带 根本在车内就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冲击感 所有的振动都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化解 当然一刻说这个车它底盘没有那么纯粹了 但是你也不得不说 它这个底盘依然还是很干脆 其实对于AMG这三个字母 我内心一直是有执念的 我一直觉得AMG就应该代表疯狂暴力 甚至是有些危险 所以当我面对这样一台舒适豪华 又非常安全的C43的时候 我确实很难把它和我心目中的AMG换上等号 尽管它换了C63的中网 抠掉了C43的尾标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不够AMG 但是它确实是透露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今后的AMG车型 可能离不开这套四驱系统 所以在新一代的C63上 你还是能够看到一套四驱系统 甚至还有可能看到一台2.0T的四缸发动机 到那个时候 你再转过头来看这台V6发动机的C43 会不会觉得这台车更香一点儿了 所以说纯不纯粹 正不正统完全取决于你身处什么样的时间 你就比如我 我现在就应该还车了 说到还车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还车就需要加油 而这个车呢都太费油了 所以到时报销 韩哥肯定就会问 怎么加了这么多的油 而且还是加到98号 那我应该怎么说 才能让他相信 我确实是把油加到这台车上 而没有加到我的BRZ上呢